今天還有一個最新的新聞 就是韓國瑜到HTC的總部 到總部去參觀 HTC的董事長王雪紅 他也親自的接待 他在接待過程中 其實還滿有趣的 就是邊走邊介紹他的總部 還讓韓國瑜體驗VR 他在介紹過程當中裡面 王雪紅他有表達 包括他們公司裡面 對韓國瑜其實是非常喜歡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這個過程 第一非常非常榮幸也非常光榮 韓市長能夠來看我們HTC 因為我覺得這個能夠想到說 這個創新的公司 關心創新的公司 跟國人家的產業 這是我們是非常有感的 爸爸媽媽很喜歡我 我們公司裡面也都很喜歡你 阿公阿嬤很喜歡我 後來韓國瑜就帶了這個VR 這個照片其實我們有剪接 還滿有趣的 就這個地方 韓國瑜真的很認真 他就往上看 仰頭 王雪紅在站在這邊 幫他介紹VR 他們體驗完之後非常驚訝 對這個VR的感覺 他們有他們的感受 我們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我們一方面就是非常這個就是怎麼講的 印象深刻說我們的台灣驕傲HTC可以跟羅福公有這樣的project 我們也很期待明年以後我們的故宮我們國內主要博物館都可以來跟HTC做類似的project 揚明世界 非常震撼的非常非常震撼 沒有想到VR可以跟藝術品古董藝術結合成這樣真的是震撼人心了 而且等於是一個平面的畫世界民族後面這麼多的故事透過這個VR的呈現還可以讓所有的參觀者能夠更進一步了解這個畫的背後 還有藝術家原創的精神以及這個莫拉莉莎的整個成長的故事 居然在畫莫拉莉莎他是戴帽子的 到現在我們都沒有發現他剛剛講原來莫拉莉莎在畫畫的時候他戴帽子的 真的嚇一跳非常值得歡迎各位好朋友有機會HTC VR非常值得來看 好讓韓國瑜非常震驚他看到的畫面其實就這樣 一般我們看名畫的時候就是平面的就是2D沒有什麼感覺 頂多看一下他這個油料的鋪排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戴VR我們再回到最前面的地方 看VR的時候他介紹的方式就不一樣 你就會看到他畫的不同的層次 甚至畫裡面的主角他就會變立體化 所以你就會感受到你好像在身在這名畫裡面 你也會感覺到創作者在創作的時候 他的心路歷程包括他的筆觸 甚至被畫的這一個人他的眼神神情 都會非常立體 所以韓國瑜看完之後說好驚訝 原本是一個很平的畫 在他的介紹之下 他就完全的融入的在一個畫的世界裡面 讓他感覺到非常非常的特殊 這也是他的感受 在網路上現在出現了一個影片 就是有人學蔣經國 真的經國在世了 有人模仿他講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導人借三軍保家為官 現在的領導人借王軍打擊一擊 大明王朝有洞察 中華民歸有王軍 政府時政只問風向不管方向 王軍讓專業文官動作得救 成天擔心被批評 根本不敢創新 更不願意負責 你想這樣的國家怎麼會進步呢 珍貴如果生在今天 想推動社大建設 我在找最佳之鐵 可能要卸請刷一個卡繩 帶風向才行 佩君你怎麼看這個影片 真的是這個模仿的 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 這個神情還有語調 都好逼真 但是你當然從他談話內容 就知道他談的是現在的事情 也算是很有創意的發想 前一陣子這個 他印象中金國先生的日記 在胡佛學院好像剛公開 所以確實這一陣子 有很大的廣泛的討論 因為過去對於一代政治強人 內心世界的轉折 不曉得只有日記裡面 才可以一窺得知一部分 關於他在做重大決策的時候 的心路歷程 所以隨著日記的公開 最近在金國先生 確實在政界 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我想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以他為政治界的典範 所以談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 沒有爭議的政治人物 那這樣子的一個 你說翻完的概念 去做廣告的呈現 我覺得是很有話題的手法 我覺得他是要讓選民 唤起那個感覺 比如說他是 紮紮實實的在施政 紮紮實實的走庶民路線 體會民眾百姓的生活 那他也像剛剛影片裡面 就挑到一個點 他說現在我如果要做 這個十大建設 我可能要先發動 十萬個網軍 才有辦法有機會 我們回答圖卡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就把韓國瑜 跟蔣經國做一個連結 這是我在21號的時候 在路上看到民眾 自己做的DIY的牌子 就說經國在世 當然我覺得 可能大家心情不一樣 有人講說 經國在世連結是什麼 我覺得最關鍵的連結 應該是在庶民這個精神 所以也有人用這個角度 你如果說什麼 他買了房子 買了一千多萬的房子 他就不是庶民 蔣經國如果你要講他的家事 你會說他是庶民嗎 可是他走到民間裡面 這一個路線 你會說他不是庶民嗎 什麼是庶民 其實我覺得從蔣經國的身上 會有不同的詮釋跟解釋 我們講到說高雄市政府 前陣子 前幾天 有公布他們的政績 公布政績之餘 也公布了嚴考會做的民調 嚴考會是高雄市政府 裡面的機構 他們是專門做市長的滿意度 或者是市民 對哪一些政績是有感的 也是有滿意度的調查 結果大家很意外發現 因為譬如說三立有報導說 高雄市政府 李四川帶隊 開口閉口只有三件事 就是路瓶 水溝跟路燈 好像這個做來做去 只會鋪馬路 但是有人講說 前草連鋪馬路都不會 總之後來 嚴考會的調查 讓人家驚訝的是 反而這一些政績 不是最前面的 政績其實是還好 這個路瓶滿意度只有55% 滿意度最高的是什麼 安心餐券 這個安心餐券 滿意度8乘4 什麼叫做安心餐券 國中小第一收入戶 可以持這個券到超商去領便當 等於是做慈善的部分 所以韓國一直說 他覺得主政者只要兩件事 一定要做好 關懷 弱勢跟教育 所以你可以看到 滿意度最高的是8乘4 第二高的是公車市的小黃 就是公車路線 但是有小黃 讓你覺得可以預約 主要是因為高雄市服務員太大了 有很多地方是偏鄉的 公車可能兩個小時才一班 錯過就要等兩小時 有這個公車式的計程車 就可以減緩 而且他叫車還可以預先 就用APP來叫 但是當然 這可能是前草的政績 從前草之前就開始做了 但是韓國也繼續把它做下來 做到滿意度排到第二名 第三名的一區一特色的公園 像這個地方 台北市也很多 但台北市以外的地方 要看到這麼華麗的公園 恐怕就要到高雄了 這個特色公園滿意度7成9 快要到8成 是滿厲害 另外一個第四名就是雙雞 雙雞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 很多爸媽媽很覺得 在台北可能覺得還好 高雄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高雄重工業 空污多 如果這小朋友上課的時候 吸的是髒空氣 對小朋友來講成長過程 健康來講影響很大 所以高雄市政府不管怎麼樣 不管他們的財政多窘困 還是想辦法讓每個教室 盡量有冷氣機跟空氣的清淨機 所以這個滿意度也排到第四 還有空污改善空污 補助二行程電動車 滿意度也到六成三 還有監視器 公托 大家才意外發現說 原來不是像綠媒講的說 你們只會什麼開口閉口 入瓶 水溝跟入燈 不是這麼回事 還有這麼多事情 讓大家非常有感 高雄市政府在滿週年的時候 也特別推出了他們的政績 讓大家除了在所謂入瓶 水溝之外 還有哪一些政績 我們只看其中一個小片段 大眾運輸持續建設 延伸城市每一個角落 幸福小黃 溫馨接送 縮短城鄉交通差距 老了不用怕出門 讓市府帶你們重新走入人群 這公村式的小黃 對我們中男人來說很方便 這個講政績的影片其實滿長的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有擷取一個片段 可以到高雄市政府的官網上面 可以看到整個政績非常完整 佩君你怎麼看 鋪馬路 清水溝不重要嗎 我想問一個縣市的父母官 做的政策或者他的施政 有沒有感受 其實不一定是新聞比重上面 能不能看得到 要是你剛剛舉的這個例子裡面 前三點其實都是比較地方性的政策 所以換句話說 要讓當地市民真的有感的 往往是跟他們的生活 比較密切相關的小事 那不一定是全國版面 全國都會關心的大事 如果你從大小事來看 所以換句話說 真的一個我覺得有作為的父母觀 是要確切的改變市民生活的日常 這個才算是有做事 所以你要去講說 什麼樣的政績叫做大 什麼叫做小 我覺得市民有沒有感 他們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所以之前我印象很深刻 有民進黨的高雄市議員 他就在這個節目上面質疑說 韓市府上任以來 總是講路瓶 講水溝 那都是這些工程上面的事情 如果市長只會鋪路 只會修路 挖水溝 那我們就找工人來做市長 比較好 他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同時去看這個議員的臉書 他就發現他PO的會刊 也是撿路數 修路燈 所以他意思是說 他準備要當市長 沒有 所以反過來 到我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那所以照你的意思 就是也不用你這一席高雄市議員了 也找一些什麼B&Q的家具 賣家電的這些人來做就好 所以不要雙重標準 我認為民意代表或是父母官 所做的事情沒有大小之分 只有有沒有辦法改善民眾的生活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你看舉的這些例子 其實很有趣 在高雄以外的民眾不一定知道 因為這些事情不一定足夠重要 到可以上全國性的媒體 可是對當地的民眾 是非常有感受的 因為他們用得到的資源 然後也確切地改變他們的生活 大家都說鋪馬路 有什麼 鋪馬路有什麼 了不起 你可以當政機 一直掛到嘴邊 來看一下高雄市 他們是怎麼鋪馬路 這個民眾有拍到 這一個怪手挖到 這照片有點歪斜 觀眾可能要 他挖的深度這麼深 多深呢 深到跟這個怪手的輪胎 他是履帶 比履帶還要再深一點 等於說他鋪路 重新鋪路 他會不是馬馬虎虎的 從既有的道路直接鋪上去 這麼深 重新鋪 這樣重新鋪才會比較平整 另外還有網友拍到說 這個薄油的厚度 不知道電視上好不好呈現 比較深顏色的地方 就是薄油的厚度 一般鋪薄油不會這麼厚 但是沒有想到網友拍到說 至少10公分 所以有人開玩笑說 韓國瑜你好浪費 你怎麼鋪薄油鋪到這麼厚 別的縣市怎麼活 這樣比下去怎麼辦 但是沒有想到高雄市政府 我們跟他查證之後 告訴我們說 目前是10公分 完工之後會再加5公分 為什麼要這麼厚 最主要是因為之前鋪的 馬路真的鋪的 用是補 像是補釘的方式 哪裡破了 哪裡有凹陷 就補哪個地方 就一塊塊 造成路面會有一些落差 乾脆他們就重新打掉 而且深挖 鋪的薄油也比較深 高達整個完工之後15公分 就可以讓高雄的馬路比較好 所以高雄市的副市長李四川 才會開玩笑 說以前這個當公車 現在在高雄市的馬路開起來 都很像賓市一樣 這個感覺馬路的品質變得很好 中天也特別講說 養工處有特別表示 以往這些路面是直接用家鋪的 當時怕花太多錢 就用李四川接了副市長說 不用擔心 錢他負責 只要把技術做到好就好 你怎麼看鋪路其實 不是像民進黨講的那麼簡單 我不是工程專家 但是我們從一般的 百姓的角度來看 確實是要一件工程 你如果乍看之下 你直接鋪5公分 或是鋪15公分 其實只有用過一陣子之後 才有辦法見真章 換句話說今天如果 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鋪的面積是以面積取勝的話 其實他鋪淺淺的薄薄的 那不是來拚面積就好了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會出現剛剛耀州說的 現在是10公分 完工之後會再厚5公分 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代表說 有李四川這樣子的 有專業背景的人當副市長之後 確實是有心要把高雄市政 做好做滿 不會像是民進黨講的說這個 你只會鋪路 只會挖水溝 各位如果只會鋪路挖水溝 也不是什麼壞事 因為各位兩相對照就知道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這20年 就是連他們口中的小事 鋪路挖水溝都做不好 所以如果你要瞧不起這些小事 但是如果連小事都做不好的人 我們應該又要如何看待呢